在遥远的非洲有这样一支军队 如果不仔细看 极有可能会把他们当作中国人民解放军 而有黑的肤色又在告诉你 他们来自非洲 这支军队就是坦桑尼亚国防部 被誉为东非解放军 作为中国解放军的大弟子 坦桑尼亚军为何和中国解放军如此相似 他们又学到了中国解放军哪些真传呢 本期影片就跟随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器风采 感受科技企业魅力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号响彻世界 中国军事实力也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夸赞 其中就包括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东非小国 这个国家在还没有成立之前 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1年12月9日 坦桑尼卡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就和坦桑尼卡进行了建交 1963年12月11日 又和桑给巴尔建交 后来这两个国家合并之后 就是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 都还处于发展阶段 中国作为坦桑尼亚的友好伙伴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之外 中国还对坦桑尼亚进行了军事上的援助 使坦桑尼亚的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刚刚摆脱英国统治的坦桑尼亚迎来了独立 政治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 但是对于坦桑尼亚来说 想要发展好经济 更重要的是发展好军事 军队虽然是国家动论之源 但是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稳定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吸取了兵变教学校的雷尼尔 下令重新组建军队 不同于殖民时期的旧式军队 这支军队被命名为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 但是坦桑尼亚的军队发展的十分缓慢 尽管国家对军队十分重视 但是苦于没有技术和武器 军队的战斗力迟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这时候总统雷尼尔想到了自己的伙伴中国 在一次访问中 雷尼尔向毛主席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请求 主席思考片刻之后 决定答应雷尼尔的要求 毕竟中国也曾经历过这样无助的时刻 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 中国决定帮助坦桑尼亚 为了帮助坦桑尼亚军队 解放军特意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调来了几名优秀的学员和教员 用于指导坦桑尼亚的军事 我国人员刚接触到坦桑尼亚国防军事 一度认为这是他们的民兵游击队 他们丝毫没有纪律 装备武器不仅落后 而且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武器 我方人员在震惊之余 还是要完成任务的 而要想让坦桑尼亚拥有战斗力 首先就要整改纪律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开始在坦军中传播 代民清和 波拿群众一针一线 也被要求成铁纪律 这让坦军有点不满 因为在他们看来 军队波转民众是应当的 他们对这样的要求完全不能理解 甚至还发生了矛盾冲突 最后还是在总统命令下 才让坦军接受了解放军教员的管理 后续 我方人员继续将解放军的训练模式 挪到坦桑尼亚 无论是训练演习 还是内务条令 从武器装备到战略战术 坦军被训练的 已经有不少解放军的影子了 不仅走中式正部 还喊着中文口号 而随着我国一直对坦桑尼亚 进行军事的援助 坦桑尼亚国防军 装备了大量的中国军队装备 当坦军拿着中式武器 踢着中式正部时 已经跟中国解放军 有着七成神似 只见得中国解放军的敌传弟子 坦桑尼亚国防军 便有了东非解放军的别称 在经过十多年的中式训练后 这支东非解放军 到底是真有实力 还是纸老虎 一场战争的爆发 让东非解放军 彻底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1971年 乌干达的伊迪阿明 推翻奥伯特政权 成为乌干达新一任总统 阿明行事风格残暴 为了文护个人统治 他公开处决了 大批反对自己的人 连平民也不放过 他还利用乌干达各部族的分歧 搞分而置之 使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到了统治后期 国内行事动荡 经济瘫痪 对阿明的暗杀活动也不断增多 为了转移国内对他的反对情绪 阿明决定发动一场战争 而他的选择对象 就是坦桑尼亚 1978年 阿明以坦桑尼亚 收留乌干达反对派为由 派兵侵略坦桑尼亚 但是他低估了坦桑尼亚的力量 战役前期面对乌干达的偷袭 准备不足的坦桑尼亚军队处于劣势 不过坦桑尼亚很快就完成了动员 友好国家也援助了一批武器装备 并派出军事顾问前去指挥 结果 经过中国训练的坦桑尼亚军队 很快发起了反击 只用几周时间 就将对手赶出了国境 随后 在1979年1月 一万多名坦军 在五九式坦克和歼六 歼七臂战斗机的支援下 大举反攻 把战线推向了乌干达境内 阿明吃了败仗 转头向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求援 卡扎菲能力不大 野心不小 他以非洲领袖自局 悍然出兵 援助乌干达 利比亚军队是全套的苏制装备 他们出动了传说中的卡丘沙火箭炮 以及T55坦克 意图以武器优势打败坦桑尼亚 然而卡扎菲的企图落空了 卡扎菲的军队与坦桑尼亚军队 在乌干达南部的卢卡亚遭遇 震惊设计的卢卡亚战役爆发 卢卡亚地区是乌干达的沼泽地带 坦军装备的中国水陆坦克 更适合在沼泽地和水网密集地区作战 而利比亚军队的苏制装甲车和坦克 在沼泽地却施展不开 最终 坦桑尼亚军队驾驶着中国六二六三式坦克 凭借着灵活的身形 犹豫的战术指导 以及装备性能的优势 取得了坦克大战的胜利 卡扎菲大败而归 而坦桑尼亚与乌干达流亡者 趁势继续向乌干达首都推进 最后成功解放了乌干达 推翻了以阿明为首的乌干达独裁政权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这是酷似解放军的坦桑尼亚军队 从此在非洲扬名 东非解放军的名头 也从这里开始打响 应该说 在影响战争结果的诸多因素中 中国为坦桑尼亚提供的武器装备 起了很大作用 但更重要的 还是操作他们的人员 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官兵表现出较好的战术素养和战术意识 这在非洲国家中是非常难得的 这场战役中 坦军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打出国威 此战之后 坦桑尼亚对中国的学习更为上心 坦桑尼亚的大量军官 都前往解放军 军事院校留学 中国还在坦桑尼亚建立了军事训练中心 近年来 中国通过提供军事训练 军售和军事设施建设等方式 日益为非洲安全事务做出贡献 由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装备 比世界平均水平落后了一到二代 所以他们对武器性能 没有过高要求 更看重便宜 皮实 物美价廉 这正是中国武器最大的优势 中国对非出售的武器装备 较西方国家而言 性价比更高 而且中国的对外援助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 企图在人权 体制等方面 控制非洲国家 也正因如此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深受非洲人民的欢迎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编近期会为大家整理更多的中非故事 喜欢看的朋友可以订阅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发展史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